大家好,我是青蘭 距離上一次玩十三機兵大概是四個多月之前的事情了吧 大概還記得已經發生了什麼樣的劇情 但是因為這十三個角色的劇情是交錯的進行嘛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再記得十三個角色他們個別進行到什麼樣的部分 不過應該還好啦,遊戲應該算是進行到了後段了吧 那今天繼續來跑安布什郎的劇情 他之前發現了柴九泰並不是實際的一個人 只是一個模擬出來叫48Q的人格 而且他一直透過錄影帶的方式對安布什郎做記憶的遺植 那雖然安布什郎知道了這件事情 但是他好像也拿採酒太沒有辦法 那我? 那就來看看還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喲,Juro,去席吧 嗯 什麼 什麼 看起來 你又看了一個奇怪的夢 停 你 看不見 看不見 你什麼 489 你叫做合性性 我看不見 不要再錄影帶了啦 想幹嘛? 呃!不見了 問號 又開始八卦 他在座的城堂 看著 他在座的城堂 那座的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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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什麼 那座的城堂 我之前有什麼 我沒有想過 我不是自己的地方 但是隔壁 那座的城堂 這座的城堂 你不是的 那座的城堂 你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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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座的城堂 你不是的 嗯? 其他女生都已經走了 我現在應該可以…喔 我才想說現在應該可以前往神社 你也想說在城堡坂神社 尾形君 你像是在城堡坂神社 什麼?真的嗎? 他… 待會我也行 我想要確認 好想要 這道…確實在… 呃 李智山 呃 又要打架了 呃 李智山 呃 李智山 呃 李智山 なり 知ってるのか そんなことを話してたからな ところで貴様 時間旅行の操作はできるか お前も使えねえのか ん やっぱりここだ ここで何かあったんだ 何だったっけ そうだ ゴミ置き場に何か運んだぞ 垃圾箱 わ 第一次看到這麼旁邊的場景 屍體 該不會是 あ あ 人間の格好してるな こりゃロボットだぜ 我還以為是 生村老師欸 なぜ たまおさんの姿をしてるんだ たまお くらべ たまお くらべたまおって ばあちゃん は いや 違う これは すっかり遅くなったな いやいや 遠回りが何だ あの映画が手に入ったんだ 急いで帰ってみるぞ うん 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て残念だ 地下から出すべきではなかった やはり お前か 助けなければ よかったよ 脱出の妨げになるものは排除する必要がある うまく やってるつもりだろう が 身裏には ばれてるぞ そうかな 彼が 学校で記憶を消したのは お前から記憶を 隠すためだ 悪あがきだ もりむらが手配したら うん もりむらが手配したら 剛才的聲音是... 又起來了 嚇死了 蛤? 但是... 這個... 最後... 我想到最後了... 我... 懷疑了 什麼事? 十郎 什麼? 你... 誰? 什麼事 我就是你的朋友 忘了 你會困難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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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子… 柴子… 那… 那… 警察要聯絡要 被困了 被困了? 喂喂 什麼話 什麼? 這… 你把這些人物襲了? 你這你哪裡拿來? 我把這些路端丟掉 連車子也發生了 你會把你惹怒的 好… 真的 他在引導他 那裡有罰子 我去拿去 入侵 入侵 他已經被入侵了 哦 原來如此 426跑到安部的身上之後 應該說移轉到他的奈米機械上之後 就變成了柴酒汰 那後來柴酒汰不斷的給安部食郎看那些錄影帶 其實就是為了把自己的記憶移植上去 哇 這樣應該事情都連貫起來了 那接下來的條件也解鎖了 那些錄影帶給安部食郎 喔! 去席吧 欸? 安部玉序 阿姨的年輕時的姿勢 現在是不能直接出去嗎? 一定要跟他對話就對了 這邊就快速跳過吧 哇 這邊牌子不太一樣 我靠他還嫌棄欸 是怎樣 我靠你了 趕快出去 呃 接下來要去哪 好件事 呵呵 風雲不知道怎麼樣了 哎呀 深村老師 欸? 感覺他現在想到了很多事欸 急著有什麼事 我已經知道了 我一直在夢裡出了女孩 那是冬坂 那是你 那是你 森村智弘 先生 那... 什麼事呢 呵呵呵 老師動搖了欸 先生 知不知道 柔子 和我 呃 呃 呃 柔子 呃-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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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之前就有遇到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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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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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罪犯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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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那個事件的犯人嗎? 敷屍馬的施設爆破 很多的死傷者都出了凶惡犯 捕捉了但 實情不明的話 教術的尻滅裂 所以你 為了來幫我 我是担当官的尾西 捕捉協助 沖野看起來都沒什麼變 還是他們的年齡差本來就是這樣 森村千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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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嗎? 沒有… 森村千尋 忍 死狼 可能性地調查中 馬虎 彼は何て言ってるんです その男の供述では 未来から来た君なんだそう 時空不同 反抗の動機は 怪獣の出現を阻止するためだそう あ 怪獣 ちょっとすまない なんだ 取り調べ中だぞ 他之前有從未來回到過去嗎 避難勧告か 他説要想辦法通知過去的人 會有怪獸入侵這件事 怪獸入侵這件事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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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話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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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我可以用這個 我已經有一個好處 426 好或不好 她是不准了一個計劃的計劃 我現在沒有興趣 沒有辦法幫助到以外 這就無法做得到 我好像有一個解決方法 有 有 不嚴謹 以同一部に 使用しつけた D-codeを呼び出す 本来なら 起動することのない その一部に アクセスしている 使用しつけた この時代にはすでに 時代遅れの 怪獣ダイモスの 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ゲーム シマー ゲーム? 怪獣ゲームが 動かして 你準備了一個機械的怪獸嗎 他們是DAMOS的名字 是為了他們的名字 一定是負責的遊戲 但是沒有任何所有的アクセス 如果全體開放的話 什麼事情會發生 他們會戰鬥的遊戲 恐懼是敵的破壞 哦 哦 哈哈 哈哈 那 別に今更だ 你倆的手伝いがなくても問題ない これは全くの無駄話さ その話の証拠はあるのか ああ 記録があったんだが消えちまった 人類最後のコロニーを ゲームで管理する気か それだよ 肘山 あの記録を見たんだな 肘山くん? 何の記録なんだ? 平成軌道上のアイドルを助け出せばわかるぜ あ? 為什麼又跟那個偶像有關係? 何? 大丈夫だ 心配するな 彼は何もできやしない こういう手伝いは きっとすでに何か仕組んでいる 妙に鋭いとこあるよな 肘山 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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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んたは? 自宅だ あ? あ? あ グシ הק いこともない なよ 所以貓就是426 就是從未來回到過去的食狼 十郎的記憶是消失的 但是... 什麼事? 行嗎? 安心 你們的記憶也消失的 她是她的協助者嗎? 之前貓咪就有講了嘛 讓大家參加這個遊戲 第四區 比志山聽到嗎? 開開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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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志山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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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分給我 我沒有感染 感染 我沒有感染 在衣服上的外表 有效果 在衣服上的反應 嗯 是不可憐 薬師師 我可能沒有感染 但我沒有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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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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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只要祈祷 但是你也欠了我 不然我也是 我和十郎 我也是 我也是 不得了 不得了一人 走 你怎么会这样的 当你能动弃兵 你能使用你的ナノマシン 我会不会失去 我会不会变成战 我会不会说你 但我会有记忆的记忆 你会知道你会做出的事情 你会做什么 那是吧 你会做的 那我们走 那麼我們去吧 讓你來吧 呪龍 遊戲終於也沒有交代 不正式起動 怎麼辦 有點中二 to the last battle 和泉石郎 应该是第四区吧 那和泉石郎是只剩下义士而已 另外那只黑猫看起来 应该也是和泉石郎的化身吧 然后他要让大家参与这个打怪兽的游戏 感觉有点讽刺 就是这种攸关人类生死的大事 被当成一场游戏 安部石郎 他跟和泉石郎 呃... 括号前一轮是怎样 反正他们就是有一样的基因啊 但是之前有讲过嘛 他们其实没有时间顺序的关系 就是人类并没有凌驾于时间之上 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区域而已 2188年的和泉石郎 嗯...就是个帅大叔 所以其实他跟药师寺的年龄差蛮多的耶 所以在2188年那一区啊 他们应该不是恋人关系 对嘛 要是4在2188年的时候才8岁而已 柴九泰 他就是426 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啊 跟和泉石郎的外表 所表现出来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还蛮轻浮的 感觉比较爱说笑 再加上他的外形很不一样嘛 所以完全没有把他跟石郎想在一起 恶梦 这个时候的426认为要从永远的轮回中解脱 就必须杀死所有的适应者 之前那个眼镜男友提到说 呃...他们的世界会重置吗 那其实就像是游戏的读取功能吗 那是一个生存游戏 从卖香烟的老婆婆 到为了抱不共戴天之仇 踏上旅途的亲眼 大概有一千万个配角 生活在全长30公里的巨大都市中 啊那完全就是他们每一个区的样子嘛 诶等一下 这个游戏啊 戴摩斯这个游戏 是由Vanillaware股份有限公司制作 所以香草社也在这个世界里面 好啦 那这集就进行到这里